來看看其他的消息 要看的焦點任務是華林館長補勤基 補勤基在動算進場 他進場就牽涉到股票來選交易的案件 現在台中的股票 現在有做第二次的選法 補勤基現在讓人看有期途行三年六個月 當然要發金四千萬 華林館長補勤基是射行插鉤案 台中的一心選法尤其都行四年六個月 傅昆崎上訴 背後台中的股票二心選法結果出爐 持有期途行三年六個月 定科華金新台幣四千萬年 台中的股票認定犯罪屬性敏割 當時學家當時有楊凱蒂 以及副總因為插鉤票失敗 投票關係採上當時是立委傅昆崎 上方達成協議由學家公司提供2萬張鉤票 他提供15塊給傅昆崎插桌 超過15塊的部分 就當作是傅昆崎的commission 傅昆崎就找上高齊並找張士傑 不然在每天的股票買學家公票 過大量已經頭好來告他 率了學家公票為92年 持過每個15塊 起到93年以過每個47塊 就就補充在他9千6百多萬 來傅昆崎透過建高所來進行學改 說他破關也減過3年6個月 他已經付出500多萬了 第二個 這個原神認得有低價賣出的罪 我們認得沒有 主要高價賣入的罪 台中公司心理雕吾 人家犯罪屬是賓客 該破有機都行3年半 如果是補充還是可以上手 現在台中總好報導 這次是